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两三年以来 我自己最常穿那些鞋子 我选鞋的标准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舒服 以往经验就不舒服 从来就不穿就白买了 颜值在我这里基本是排第二的 因为我平时还是在家时间比较多 所以今天大部分鞋都是平底中跟的 还有一些休闲的那种sneaker 在后面一点可能有两双高跟鞋 就是稍微需要的时候 有场合的时候才穿 那第一双呢就是我新买的这个Fendi的鞋 大家看这个鞋底我还没有穿过 好像买了之后就疫情了 不怎么出门了 那这双鞋子我买了就非常非常喜欢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第一次不太看得懂 它这个后面是有一个cushion的 有个海绵的这种袋子的 就是有点像运动的感觉 这个是挺矮的 跟目测就是五厘米以内吧 那前面是硬硬的 有点像纱疮的这种料子 不偏马 我穿三六半就还买三六半 完全不计较 正正好 我会配上脚的图在左边 就这双鞋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而且前半段看起来还非常淑女女人 最重要的这个颜色算是裸粉色 就它和我的肤色融为一体之后 看着就腿是延伸出去的 也会显得腿很长 这根走起来也没有压力 那也比较跟脚不是那种脱鞋款 别看它是肩头的 前面这个位置一点都不打脚 所以这双鞋我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一度冲动 是不是想要入另外的颜色 后来想想 哦还是算了吧 就这双都没有穿过的 那第二个牌子是这个 Nicolas Kirkwood 这个牌子的鞋是我自己 大家看这个底儿穿的最多的鞋 因为同样它也是在舒适度上 是今天所有鞋中最舒服的 那他们家鞋其实最代表就是那种珍珠鞋 就跟上有一圈珍珠的 那我买这也是经典款 就是他们家最简单这种平底鞋 同品牌很相似 但这个凉拖啊 这边要宽很多 所以穿起来的时候 是觉得这个凉拖更舒适吧 脚往里塞的时候 不用左右着 就立马穿上 登上就走的那种 这种鞋它有很多很多颜色 我当时就是选了一个灰色的 觉得比较百搭吧 这个鞋除了舒适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这个皮子是挺扛燥的 我这双鞋 真的是什么地方都穿过 就是包括那种简单的hiking 那种公园都去过 前面街上踢 但它这个虽然是稍微 你看有点旧了 但是没有说破损的很厉害 就是它这个皮子还是挺厚 挺扛燥的 那这个白色款 我当时是打折买的 可能打完折也就是400美金吧 然后也是很耐穿 很舒服 它这个皮也非常非常透气 夏天穿这个也完全没问题 那Nicolas Kirkwood 他们家的鞋也是不偏码 像这个凉拖 我就还是三六半 全包的船鞋 我也是三六半 但穿上就稍微要比那个 感觉要紧一点 但也是可以穿的 如果你想正正好的话 你就选正码 如果你想稍微宽碎一点 或者可能里面套个什么船袜 就可以选大半码 也是分脚型 你看他们家这鞋 前面是比较宽的 所以你脚如果 前面比较宽 肉脚的话 穿他们家鞋 也是会非常舒服的 那下面这双 就是非常有辨识度的 肉家的凉拖了 他们家就是这种蝴蝶结款 这个流行起来也有三年了吧 但是我好像是去年夏天才买的 所以值得注意 它这个有点偏小 大家最好就是买大至少半码吧 那也是这种猫跟 穿着非常舒服 这个绑带可以很好的固定你的脚 所以你走起来的时候 并不会掉或怎么样 这里设计也是比较宽的 所以脚宽的美眉也可以穿 这双鞋穿上就是两个字优雅 而且很有设计感 像我今天穿这种简单的裙子 配上这种鞋的话 整体穿搭会非常加分 它也是有很多配色 包括前面的皮 我这是挤皮的 也有那种光面皮的 那我始终觉得 这个黑白配色是非常好看的 那这双鞋我也是经常穿 你看这边都磨了 但是前面上面都没有什么破损 而且也蛮好打理的 这个蝴蝶蝶材是细看 当然是有一点点脏 但是你像镜头远处看 根本是看不出来的 又一双凉拖 我觉得夏天很喜欢穿凉拖 因为真的是很方便 那这一双就是Chanel的 我这个就是穿了挺久的 有点脏了 Chanel这个就是全部都是挤皮的 这种材料可能是不太好打理的 特别脏了之后吧 就是挺难把刷干净 可能要送到那个 专门维护鞋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个底又也是穿了很多 Chanel家的鞋呢 就是都是圆圆头的 不会是那种很尖的 憨憨的可爱的那种感觉 他们家这个鞋稍微有点偏小 我是买大了半号 三七穿着正好 我平时三六半嘛 这双鞋的搭配度是非常高的 它这种裸色加了黑色 很低调这个logo 几乎穿任何衣服也都可以搭配 整体也没有那么女人 没有珍珠啊什么的 就比较休闲的一个款 也很舒服 所以经常就是我蹬着就走的 这样的鞋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 下面想分享两双 比较休闲一点的鞋 一个就是罗伊威家的 这也算它家经典款了 也有很多配色 还有那种全白色的 这个鞋我一看到 就觉得很复古 首先它这个配色嘛 棕色黑色 还有白色的鞋带 其次它这个前面这个头啊 就感觉憨憨的 像个小熊猫 哎呦 但是我这个有点脏 它这个也是几皮的 然后这个位置是布面的 那logo地方是纯皮的 这双鞋啊 就非常非常的舒服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后脚跟这儿 完全是软的布的 整体都是非常软 我里面就塞上这种纸 来保持它的形状 那这个鞋 就是我一般出去旅游的时候穿 它真的是比很多运动鞋都舒服 我穿它就没有那种磨合漆 说要磨起泡了才行 就是完全零过度的去穿 罗依卫这双鞋是不偏码的 我应该穿三六半 但我这双买三七 好像当时没有号了还是怎么样 就没有半码了 这个三七呢 就裸脚穿上去非常宽松 如果你想穿袜子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价位也不是很高 大概500多 也出了很多的配色 大家可以看 非常非常舒服又可爱的 这双小白鞋是我最近新买的 是Isabel Merrant这个牌子 我是看猫特英 Jenny推荐的 她买的是忌袋款 然后我买的就是这个魔术贴款 大家看这个前面的魔术贴 还有这种锯齿的 鞋这边也有锯齿 后面是黑色的 然后橡胶底 但是特别有童趣 像小朋友穿的鞋就很可爱 前面这个位置是几皮的 这个地方反正被小姑娘一脚踩上去 可能会容易脏一点 要稍微打理 像其他地方都是纯皮的 是擦一擦就会干净的 那平时就是买个菜 或者一般穿它遛小孩 特别特别舒服 那这双鞋是稍微有点偏码的 我穿三六半嘛 我买的是三七 好像穿上袜子也会觉得有点紧 所以至少就要大半码 如果你想穿袜子 就要大一码去购买 总体重量是有的 因为橡胶底加上这个皮 但是完全不会说 你走路起来觉得腿很酸 就是脚很沉的那种 没有还是挺轻便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荐 我的三双 你们看我就放在盒子里 就不经常穿的 都是一些 不是那么休闲的吧 其中也有高跟鞋 那我就先说这双吧 是MB的鞋 大家看还新的 就只穿过一两次吧 这双鞋我买它觉得 非常的女人经典 百搭低调 它前面是这种链子的 链子上还稍微有点亮亮的水钻 这双鞋也是不偏码 我买的是三六半 我一般是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 这个黑色呢也非常百搭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也可以穿它 所以就是非常万能百搭 穿起来又舒服的一双鞋 我没有买那个钻扣款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会太过时吧 还是挺少见挺别致的 下面这双呢是RC的一个鞋 这个其实也是平底鞋 我也是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 应该可能有的小伙伴都看到了 什么是这种珍珠的 然后整个是漆皮的 底是平底 然后我也是只穿过一次 特点就是它底都是很bling bling的 这个鞋就是穿着很舒服 平底的嘛 而且也不打脚 它这个前面也是比较宽的 因为我脚型就是有点宽 那感觉就是很女人 中间要带着一点点可爱 他们家鞋有那种高跟的 还有绑到腿上的 我是觉得我好像很少那样的场合去穿 估计买了也就是在家放着 这个是去年黑五的时候 它官网打五折的时候买的 还挺划算的 买下来可能是五百块钱 原价要将近一千了 防尘袋特别漂亮 就是红色的纱的感觉 就整体很梦幻很宫廷嘛 最后一双是Lupton的红底鞋 这双鞋我买了 好像也没有怎么穿出去过 罗布丁家这种钉子 我是很喜欢的 就是又性感 又有点坏坏的 就是女巫的感觉 我买的是黑色漆皮的 算是一个凉鞋 鞋前面是很简单的这种一字 因为我的脚这个位置是比较宽的 就正好用这个来挡住 我最宽的那一部分 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 很细的一根袋的那种凉鞋 不是很适合我 脚白这里就是用非常细的袋子固定 这个鞋的高度大概目测也是差不多7厘米 这个鞋穿着是非常非常舒服 我当时买的时候 好像还有一个裸色 黑色就是黑红配 我觉得更有个性一点 我就很喜欢 应该是他们家穿起来最舒服的一双鞋子 有很多那种高跟鞋 真的是没法穿 我就是没有什么勇气买 那最后两双都是Gucci家的鞋子 就这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就是他们家宏极一时的这个lofer 也是这种平底的 但鞋底这个样子 我就是穿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这双鞋也不用多说了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舒服 它也是不偏码的 我买这是三六半 甚至穿一段时间 它会稍微撑一撑 我穿袜子也是没有问题 堪比运动鞋 就穿上去像布鞋一样 然后它这个后跟呢 是可以踩下去的 这双鞋就成为近几年 Gucci家的一个经典了 也衍生出了很多别的款 就是拖鞋款 什么毛帽 后跟啊 然后有的是带一些花纹的 前面这扣子变一变啊等等 或者有的带点根的 那就是这双Gucci的一个船鞋啊 这个你看它这个头 就被我已经踢的不行了 因为当然我也是买的时间久了 可能买了有四五年了 鞋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好像不是现在最硬的那种款 就是比较传统的女生的船鞋 鞋的前头这边是比较小的 所以可以多露出你的脚背 就显得稍微性感一点 但我脚背就太瘦了 所以现在觉得穿它 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蝴蝶结 上面有一个小蜜蜂 就是五年前买的 那时候Gucci也是因为换了 这个新的设计师 就有很多小蜜蜂款 当时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新意 所以买的也是穿的挺多了 现在这双我就不怎么经常穿了 就前头破了 它就没有Nicholas Kirkerwood 它这个皮这么耐造 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春夏最常穿的鞋 我一般鞋的就是分两季 就是把过季的收起来放盒子里 然后再把柜子里的倒腾出来 一年就换这么一次分两季吧 所以这些呢 基本就是春夏 包括初秋这样的一些款 可能到冬天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的那些环宣 就是冬季可以穿的一些鞋 好那今天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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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